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 我们说刚才所说的这个实在是个 一维的情况 刚才讲的这个例子 但是呢我们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 动力学系统 我们刚才说动力方程叫Dynamical System 本身的维度可以是比较高的 有二维有三维有四维有五维 那不同维度的动力学系统 经常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一个 性质来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一个性质来 那么假设呢 是我现在这个 这里有个简单的 就是二维的系统经常呈现的一个性质 就是振动 为什么它是振动呢 因为我们本质上 我们有两个方程组成的一个 动力学方程组 在这里比如说单摆的这个方程 对吧 单摆的方程 而单摆的方程里面呢 这样的一个方程组也不难理解 速度的改变 等于 这个叫角位移 角度的改变 等于叫角速度 对吧 而这个速度的改变 又等于作用力 作用力 这个东西是一个重力的一个分量 它是G在θ方向的一个分量 等于Gθ Gθθ 那我们把这个G约化掉 就不要这个G 就是得到θθ 它就是一个力 这是一个力 这是一个力 好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系统呢 我们往往也可以给它写成 对于向量求导的一个形式 对吧 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对于这样的形式呢 我们也可以 管它叫什么呢 一个大的 我们说如果我们把这个 这个状态面相片写成一个像 大Dx 这个Dx呢 包含了C等和V 两个像 对吧 Dx 大XVDT等于 Fx 好 这是我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表述 对这个问题 那这样一个表述背后的一个含义呢 就是说 我真实的动力系统 是一个二维的系统 X这个向量包含了它的两个维度 然后我可以通过球点这个方程 得到我的一个运动轨迹 那么在这里我得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sine和cosine 那么V如果是sine的话 θ就是cosine 对吧 我们说因为V是θ的 是V分 θ的V分一定是 可以把一个sine 变成一个cosine的一个 函数 一定是能够把sine 变成一个cosine的一个函数 这是什么来决定的 什么来导致的 它一定是能够把sine变成cosine 这件事呢 我们说本质上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sine的导数 就是Vcosine 就是这件事啊 那么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 我们上一次给大家做的RNN的练习题 我们希望RNN能够从一个sine里面 能够预测出cosine 如果我们的这个改定的x是sine 改定的y是cosine 它可以通过这个取 这些一定量的数据求解到 这两个从sine里面 和cosine里面求解到它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从sine里面预测出 我的未来变化可能是cosine 这件事 那为什么它能够预测 我们说本质上 RNN就对应于这样的一个 动力学系统 动力学系统 因为这个动力学系统本身 我们说有一定的一个形式 就是可以从sine 求出cosine的那么一种形式 对吧 如果说我们本质上 sine和cosine之间存在一个作用关系 所以我的RNN是可以求解的 那么当然我们的RNN的维度 可能给的比较高 我们给了32个神经元 那32个神经元 但它最后拟合了一个动力学系统 可能只是一个二维系统 所呈现的性质 我们给很多的神经元 只是说让它能够 拟合任何一种复杂的变化 可能不是sine和cosine的变化 而是其他的一些更复杂的变化 比如股市的价格 和股市价格的变 股市价格的变化趋势之间的 股市的涨跌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是完全可以 什么做到的 那么我们说 我们给定很多的神经元 就是为了增大模型的容量 让它能够拟合任何复杂的函数 就跟我们神经网络的本质 一个就是两层的一个神经网络 能够拟合任何复杂的函数 是一个意思 好 那么就给大家讲解到 那么讲解 二维讲解到这里 三维的呢 三维的动力学系统 我们说 这个时候就变得更复杂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就可以出现一个 叫做混沌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呢 这里没有给时间给大家展开 如果感兴趣 可以还是去找 混沌巡航件的文章 这个方程 dx d dt 等于这个 θ y-x dy dt 等于rx 减y-xz dz 比t等于xy 减bz的这样一个方程 我们叫做 洛伦茨方程 洛伦茨方程 那么洛伦茨方程的解 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么这样的一个形状 本质上它是一个什么呢 叫做偏偏起舞的蝴蝶 实际上就是一个混沌 混沌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我的起点是这里 但是我之后的话 我怎么样 我后面的轨迹 我后面的轨迹 可以很复杂 很复杂 我不会像之前讲的那个 sine和coulsine一样 它是周期的 它是没有周期的 没有周期的 它的这个轨迹是很复杂 很难预测的 如果你有两个点 初始位置 一个是这个点 一个是这个点 大家看开始初始的位置 是不是差得很近呢 差得很近 就这样一两个点 差得很近很近 但是A点和B点 出发的轨迹 在过了大时间T之后 A点可能倒在这里 这个位置 而B点呢 B点可能呢 B点可能到这个位置 所以说他们的 初始的位置很近 但是呢 最终达到的那个位置 最终达到的那个点 可能差距很远 这叫做混沌 那么混沌本身会造成 这个动力鞋系统 不可预测 很难预测 很多复杂 难以预测的系统 都具有混沌的性质 比如说股市价格 因为股市价格 股市里面是很多 交易者 买方和卖方 那么买方和卖方 构成的一个 共同作用 导致的它的 股市价格的变化 那么买方和卖方 有多少个人呢 这个人数可能是 无穷多呀 无穷多呀 所以说这个时候 就真的是 很难 很难很难预测了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本质上讲到的 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造成 一种动力鞋系统的一种 甚至是 就是不可捉摸的 一种东西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 一种动力鞋系统 那么我们想象 即使用RNN 去训练预测它 也是很难预测的 因为RNN 如果能预测一个东西 必然是RN 所预测的这个东西 本身具有 比较强的确定性 比如说像刚才的 Sign到Cosign的变化 如果我的变化 是这样一种 很周期复杂的运动 很难预测的话 或者没有周期的 运动 很难预测的话 那么我用RN 所预合的结果 也可能不一定 就真的好预测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